想要看看新鮮山藥的家吗 跟着剑哉大哥爬上坡地 来到山药田 话不多说 赶紧先挖出一条胖嘟嘟的山药 这一条差不多有十斤 胖嘟嘟的山药出土 让人忍不住微笑 从门外汉到专家 如今种出的山药 磕磕都很饱满 用对的方法照顾 保证出手的山药都具有高品质 你还是要有够给它一个养分 跟小朋友一样 我种有机的肥料 你的成本会增加 但是品质很好 种出来漂亮 又不会说歪七扭八 接手爸爸的山药田八年 斜杠当农服很累 但能够延续爸爸的心血 一切都值得 我爸爸留下来的 也不甘心把它放弃掉 就延续它了 有收成就高兴 没收成真的很累 这两年市府举办山药大餐的山药 都出自这里 怎么吃最好吃呢 煮鸡肉 煮鸡肉很好吃 煮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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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还有为家庭主妇设想的山药切块处理 86岁的奶奶 将长相不够笔直的山药 洗净切块 分装入袋 家会上市场卖菜的民众 炒这么多 扣 煮鸡肉 这种比较热 就脆脆的 这么多人 这个是我们练乳的 而山药要好吃的秘诀就是要坚持使用有机肥料 还要让土地有修身养习的机会 远近整片的田地划分多个区块 有的种菜 有的长芒草 三年后在这里生长的山药将会健康强壮 让我们的市民能享福到有机的产品 吃着健康 不要穿得杂七杂八的 八年来 健在大哥越种越有心得 以注重山药品质为初心 希望让市民朋友都能品尝到基隆山药的好滋味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